好 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台北线汐止受到了大雨影响 大同路三段出现积水 而深度也甚至达到了30公分之高 影响了两个车道 并且也造成了交通堵塞 记者柯应青的最新报道 好的 主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那一湖往汐止的外环河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这整条路呢 几乎是已经积水了 而且这积水呢 几乎有半个轮胎这么高 在上岛之前呢 今天会有高达一个轮胎这么高 而从来没有过在这样的外环河道路 要往汐止的中心路方向呢 怎么会积水这么高呢 经过的人车辆都非常的不可思议 骑士也纷纷抱怨我们的第一天 骁倒骑士们怎么说 我每天都通过 好像今天第一次耶 真的喔 以前都没有这样过 没有没有 今天第一次 可能是因为这边坐马路 它下面的水管 这个排水管做得不好 那很危险啦 这样直接就整长马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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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没有 今天第一次 很多地方都这样子是不是 是的 从哪里这样沿路过来 真的很危险 从前面那边斜坡下来 对 然后就开始了 对 大概有几个路段 不只有这外环河道路呢 发生这样积水 甚至是淹水的情况 而在稍早呢 汐止的大桶路三段 甚至是积水淹水 有三十公分这么高 而其他地方呢 包括了这个新台五路呢 也纷纷传出这个瞬间大雨 造成这个积水的状况 大家都非常不可思 因为这样的雨 已经很久没有造成汐止地区 这样一个积水 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大家也希望能够获得答案 现场最新链需要把时间交换朋友 好 在今天下午开始下大雨 结果看到台北线细致 又已经淹水了 而且有积水三十公分 影响到了交通顺畅 谢谢大家